秀林乡111年度水源村校联合运动会8号在水源国小热闹登场 县长徐中卫应邀出席活动为活动揭开了序幕 希望借由联合运动会凝聚向心力 互相交流切磋鼓励乡亲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 也提醒乡亲随时保持大于警戒 切勿前往土石榴前市区 秀林乡111年度水源村校联合运动会8号在水源国小登场 县长徐中卫抵达之后立即受到乡亲们热情欢迎 县长也足以贴心问候 更应邀与长怎么合影留念 场面相当热络 县长徐中卫提醒受到东北击风的影响 亦有短暂以期延长性的降雨 目前修林乡地区持续降雨 土石榴前市西榴已经发布红色警戒 依据气象局提供资料显示 8号9号两天降雨影响人与修林乡地区较严重 目前已经进行应防性疏散 也请乡亲留意自身的安全 避免到山区海边等区域 第一个红色浅室溪流已经公布了 公告了 所以请住在红色浅室溪流下面的保全物 等一下要到收容所好不好 好 连归会在收容所放很多的物资 可以给大家用 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还有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雨是有时候是强降雨 所以请大家还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昨天夜里一晚下了很多 所以呢既然已经是红色浅室溪流 第一个这两天因为我们的山坡的水的这个土石包含的水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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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是山里面的孩子 可是我们更要注意很多科学的数据 可以吗 可以 注意安全在这里祝福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祝福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都能够平平安安 记得这个保全户 相公所会通知一定要到我们的活动中心收容中心好不好 好 好 大家 未让索原村的运动风气兴盛 养成运动习惯 特别举行村民联合运动大会 虽然天空不作美 英语不断 但人交不喜爱运动的乡亲与热情 更让每个人乡亲都能够享受竞赛过程之乐 活动以及赛事包括了幼儿园小朋友表演 妈妈舞蹈表演 趣味竞赛 田径赛等等 相信在热血赛事当中正观较劲 现场嘉宇生 欢笑不断 竞赛记得有趣 接着请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